這個畫面貼到雲端上面 建立那個巡染工具鏈 第一步,做成這樣子 所以記得每一個地方都是關鍵 你不要放錯位置 如果放錯位置 我放在哪個位置? 放在Data Road等於Header 也就是這個地方是Header OK,你不要放到其他地方 否則看起來一定是不一樣 那一定Header到Header中間 插入一個DIV 它的Data Road是Netbar 然後在這個地方輸入四個段落 把它轉成項目符號 項目符號的功能 記得也要注意 它是在Juneweber底下的項目清單 你就把它轉一下 轉完之後再分別 再去設定下面一個 我是一個一個慢慢設定 這個 裡面大概就是改一下它的那個 超連結 連到About Data Icon 我用Info Data Sync 我用B 藍色的 OK,大概就是 一、二、三 三個地方 那先做一個之後的話 再來做第二個 第三個 第四個 OK 那當然你如果比較偷懶的做法 其實像我有時候會稍微偷懶 就是把這一串有沒有 直接上面貼到這個前面嘛 再來改 有時候比較快一點點 你就不用說一個一個 一個標籤慢慢改 但要花很多時間 記得後面還有個結束符號 一定有一個超連結頭跟超連結尾 那分別的話 把這幾個按鈕給做出來 完成畫面大概長這樣子 這個標籤我想慢慢你要熟悉 因為只要你插一個 步驟沒有做對的話 那可能就會出錯 基本上我這邊顏色是 B、C、D、E 分別是藍、銀、灰、黃 OK,四個顏色 那做完之後呢 當然最後我們要把每個頁面 都要能夠看到的話 那你勢必要怎樣 把這個畫面 整個全部 放在其他頁面 那有同學問 是不是可以用什麼程式的方法 自動include進來 理論上應該是可以的 但是 按部就班 也許 因為這個同學可能還不太熟 這些東西 直接include的話 那可能問題又更多了 OK 所以這個我想後面 也許有機會的話 我們再看什麼 什麼更簡單的方法吧 其實或者是說 未來是GQ Mobile會有樣板檔 把它放在外部吧 直接就套用就可以自動產生 當然是更好 不過目前是 先用這樣的方式來做 那做完之後的話 我們來預覽看看 基本上如果你做完之後沒有問題 然後把它這個再顯示出來 把它即時一下 然後往下 這個地方當然就可以捲動 OK 然後一般的話 就是也會在那個 比如說 浏覽器中預覽一下 把它儲存一下 OK 基本上 我們就把它捲動 但是 一般是這樣 理論上捲動的時候 通常有個細節 不知道各位有沒有特別注意 就是如果你的手機捲動的時候 你們不知道有沒有特別注意 有些APP 它即便你捲動 它還是會自動怎麼樣 把它 因為如果你的東西多 捲動 它上面 還會一直出現 捲動還會出現 不然如果捲動之後 它沒有出現 那怎麼辦 你必須要再捲回去 然後 才出現 通常是會固定在上面 或者在下面 這種APP會越來越多 我發現好像現在銀行 每一家銀行 它都有對應的那個 APP讓你查詢 比如說你的 銀行現在 帳戶都 就是戶頭裡面多少錢 然後信用卡 等等的 好像現在每一家都有 因為我幾乎每一家都給它申請看看 而且現在你用APP它有優惠 你如果沒有用APP它不優惠 它用APP它就鼓勵你用APP 甚至像什麼 你去汽車保養產這樣 原廠用APP它每一次優惠你一百塊 你用APP預約 它多給你一百塊 當然一百塊不如小補 或者你出國旅遊有沒有 那個旅行社 如果你用APP預約 也減一百塊 還有像很多 諸如此類的 那那些APP看起來應該都是用JQ MOBI 所做出來的 所以我想這個應該是未來的趨勢 十一住行娛樂 其實都可以來做 只是說 因為JQ MOBI出來的時間 當然雖然 蠻長的 那早期是因為 如果你網頁 要在手機上面跑 效能不髒 會跑得很慢 所以很多人 那一定要選原生的 原生比較不會卡卡的 可是因為現在手機 隨便都是 四核心八核心 RAM的話 現在隨便一支都是 你說一G的RAM的手機越來越少了 大概都2G 現在新出來都4G以上了 所以理論上用JQ MOBI 來跑APP 已經變得非常的順暢 早期是因為 手機效能不髒 那現在是因為 手機效能很強了 所以呢 那你用原生的方式 已經佔不到 什麼便宜了 所以 那原生的方式 你要寫出 像這樣的東西來 又是問題很多 所以當然 JQ MOBI 它的優勢 那最後還有一個 如何讓它 一直固定在上方 這個部分的話 也特別注意 因為很多細節 書裡面也沒提到 反正它就是 該講的講完就沒有了 或者是不重要的 反正它也講一堆 那有時候根本用不到 我就有時候跳過 如果你需要自己亂一下 那怎麼樣讓它固定在上方 特別注意 一請你注意一下 什麼東西要固定在上方 就是那個header 所以第一個 你要先選取header 你如果header沒有選到的話 特別就是 你很容易選不到 那第一個 所謂我們要怎麼樣選 把那個header選到 特別注意 如果你要選header 你現在點這個page的話 它是整個page選到 那我怎麼知道整個page選到 Data如果會選到page 那我要怎麼選到那個header 你想說那我這樣選會不會選到 有沒有 Data role 有沒有header沒有 特別注意這有個技巧 如果你要選的話 當然你有個方法 header到header 選完之後有沒有 理論上這邊應該出現header 還是沒有選到 還是page 這個時候特別注意 你不要在這個地方做設定 我教各位一個技巧 在這個page裡面 如果要選到header 請各位注意 選外面這一條線選不到 所以你可以選什麼 裡面這邊有一條線 有沒有 就是一個page 它基本上它的架構一定是這個page 然後這邊header 那因為這一條線跟page重疊了 所以會被page給蓋掉 那怎麼辦 沒關係 這一條線沒有重疊 所以我就選這個header的下面這一條線 所以如果我點選它的時候 這個時候呢 你會發現 它就會選到Data role 是header 特別重要 這個很重要 因為很多同學 都根本沒有選到header 然後就給它設定下去 然後一跑之後呢 就發現 老師為什麼我做不出你這個效果呢 我一看 很抱歉 你設定到其他 你設定的位置錯了 所以特別強調 一個腳技巧就是說 你選的時候 請你選裡面這一條線 就這一條線 確定一件事 是不是選到header 好 是的話呢 第二個請注意喔 裡面有個屬性 你只要選對的話 它就會幫你固定在那個位置 那位置喔 其實在那個英文裡面叫什麼 有沒有 position有沒有 data position 點下去 找到什麼呢 fixed fixed應該知道吧 意思就是什麼 固定的意思嘛 就這樣而已啦 所以基本上 當然你也可以有個方法 fixed 那你想說 老師那我可不可以自己打 可以啊 其實如果你要自己打也可以啦 就是在哪邊打 在data rule 為header的前面 加上 這一行敘述 就OK了 看你個人習慣啦 有的人習慣自己打程式 有的人是看到程式就昏倒了 就是習慣用 有沒有設定的 那當然你如果是排斥程式的 你就用右邊的 如果你喜歡寫程式 那你就用左邊的 結果其實都可以啦 OK 那當然網路上教學應該都是左邊的 沒有右邊的 我是覺得 我後來是發現同學 大概八成以上是比較喜歡 右邊的 為什麼 因為右邊沒有看到程式 感覺比較沒有那麼驚恐 可是看到左邊的 即便他沒有那麼困難 但是還是很多人感覺 好恐怖 還是右邊的 所以這個當然沒有絕對的 我們做完之後的話 一樣 只要你記得 這每個都關鍵 做錯了 因為太容易有同學做錯了 所以我特別在講 然後我們就在瀏覽器中預覽一下 這個時候 請各位注意一下 如果我把它拉稍微長一點點 把它拉短一點 這樣比較 比較 向下捲動有沒有 放開 有沒有發現 它幾乎是如影隨形的 但是它會有個時間差 這個時間差是正常的 有同學說 老師它為什麼會 沒有馬上出現 因為你還沒有固定住 你等到它去 所以像手機也這樣 你捲一下 它會大概有個0.5秒的時間差 這是正常的 OK 所以請各位試一下 點擊進來 這個都OK了 點擊沒有問題 其他的話 感覺還蠻不錯的 那這裡面可以放什麼 其實可以放太多東西了 其實無法各位有沒有習慣去下載別人的APP 其實太多 像出國旅遊也是一樣 很多人其實幫你把那個 要去哪邊玩的那個景點 全部都幫你做成類似像這樣子的清單 那你只要自己形成規劃 看一下APP 你就知道 今天大概可以去哪邊玩 等一下去 甚至裡面還可以幫你連結地圖 裡面有哪些重要的吃喝玩樂的景點 都幫你規劃好了 所以你出去玩 根本說真的 現在不用導遊 導遊它只會帶你到那個 你不想去的地方 比如說像一些什麼 買一些名產對不對 很貴的名產 對不對 那你喜歡去的地方 大概停了三分鐘 走了上車了 感覺不是很OK 所以這個地方的話 請各位試一下 特別說最重要就是這個地方 HEAD 注意一下 因為很容易做錯 所以再講一下 這一條線 看到它 選它上面這個 OK 畫面先還給各位一下 那做完之後 當然你就可以把 剛剛做的結果 如果要每一頁都顯示的話 那我們就把每一頁每一頁的程式碼 的HEAD部分 通通都複製一份 這樣子每一頁呢 上面都會有那個內BAR了 OK好所以以後做內BAR應該 有一定的基本概念了吧 那這個是最重要的那個 巡染列 巡染列因為用到的機率 其實還蠻大 但是很容易做錯了 試試看